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的这家呢叫做Caravan 然后它位于Pin Sport的旁边 但最重要最让我激动的是 我们的对面就是Seth Martin 比如说对对对爱的设计师 埃里甘德·麦克里所毕业的学校 我现在是离他最近的一次 哇 真的超级 感谢观看 哇 有一股很明显的李子的味道 嗯 它挺甜的 嗯 我很喜欢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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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埃书里的咖啡就是比较甜一点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入口是有一种果汁 就比果汁还要浓一点的果酱感的 然后这家除了咖啡非常不错的话 也是很多人来吃brunch的地方 然后这家的餐可以看一下 我点了一个toast 然后上面是牛肉果酱cheese 阿免 简直是集合了我所有爱的东西 我来尝一尝 这家唯一有一点点遗憾就是 我刚才喝的那只卢旺达的豆子 它没有的卖了 卖完了 一点点伤心 这家唯一有一点点遗憾就是 我让那个店员 咖啡师的小哥哥 给我推荐了很多其他 他觉得很好喝的豆子 所以我还是很开心的 我们赶紧去下一家吧 现在我们来了这家呢叫Mont Mouse 如果你来伦敦 你要来咖啡馆的华女 必定 一定 一定要来的就是这家 你会看见它的店面非常非常小 它每天有 从早到早有不停的人在这里买咖啡 然后点了两杯 一杯是Cappuccino 然后一杯是手冲的 一支哥伦比亚的豆子 我们想来喝一下Cappuccino 那Cappuccino 其实现在这个奶沫有点塌了 刚上来的时候 那个奶沫看起来就真的 非常非常的绵利 几乎是1.7盆都没有 越来像 就是baby的那种 婴儿般的那种 我来尝一下 这个奶沫真的太绵了 就绵到像 那感觉有 有点像就是 下了一场大群 从来没有人踏过的那种绵利感 咖啡的那种 听配的就是它那机里的 Expresso 那个豆子烘的 还是比较深的 有点点深 然后所以它有一种 黑巧克力的口感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它这支 哥伦比亚的单品的手冲咖啡 其实我刚才在选的时候 还挺纠结的 因为就是单品的豆子 我看大概有十几种单品的豆子配选 我还选了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哥伦比亚 就是我在国内也会经常说 所以想试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不是很习惯酸的咖啡的话 这一杯你第一口入在前后 你就觉得哇好酸 因为它有很明显的 就是柠檬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让你第一口的那个酸味会比较冲 当我现在说话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口水一直在不断地冲出来 但是其实你等一下回甘还是很明显的 就是是有酸甜感 特别像那果汁 但它的其实包底就醇厚度 还是不错的 就没有那么的薄 所以整体感觉是一个 有着醇厚度的果汁感的杯咖啡 很好喝 轮斗的雨声的湿下 我们刚才是大晴天的 然后这个夏宇乐超冷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家呢 叫Workshop Coffee 它是当地家非常非常有名的咖啡馆 以及那个咖啡豆的供应商 因为很多很多咖啡馆都用了他们家的豆子 他们家的豆子几乎是跟那个Squire Miles 就是另外英国一家Top 1的那个咖啡豆品牌 几乎是齐名的 现在我们就赶紧去看看他们家咖啡怎么样吧 然后呢我在他们家点了三口咖啡 第一个呢是点了杯拿铁 然后另外点了两个手上的豆子 一个是厄巴多尔的 一个是萨拉多的 然后我们首先来试一下拿铁 然后我问了一下咖啡小哥 他们家跟其他咖啡馆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所有的艺术的咖啡 并不是用的拼配的豆子 而且全部都用的单一的豆子 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烘焙的豆子 非常的有信心 因为我们做艺术的时候 你不用拼配的话 它的口感会更平衡更多样更丰富 那如果你只用一种豆子的话呢 那只用一种单品豆子就可以完成 这类的说明度的这个非常好 我们来试一下 哇很不一样 是因为这款单品的豆子它是比较偏 就是焦糖感是很重的 然后加上牛奶以后 你可以想像当中 你如果喝牛奶的时候 里面加了一点点焦糖的那种口感 特别平衡 好喝牛奶味道也很好 嗯 很棒 然后我们来再试一下这个 尝一下香气 哇有一种很明显的黑巧克力的风味 就是一般如果有黑巧克力的话 这杯咖啡应该还是比较 就是口感可能会比较厚重一点 就是尝一下 果然醇厚度还是比较中等偏上的 有一点点黑巧克力 有一点点台肥糖 嗯 如果你不喜欢喝酸的咖啡 你喜欢喝那种Bitter Sweet 就是苦甜苦甜的咖啡的话 我觉得这款这个很不错 嗯 因为这边有个灯 然后照着它半透明的 有光进来 就觉得特别好看 哇 哇 这个红肠的味道超级 嘛 哇 冬冬冬脑 演出 还 Einstei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